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SST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女性体脂实验 这篇文章的篇幅相对比较短 内容也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先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的是,稍等啊,把这个句子敲出来 说的是,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加拿大人员 研究人员最近进行的一项关于饮食的调查 共有31名女性志愿者参加了这项调查 所以说通读第一句话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或者说是我们听了第一句话 这个音频之后呢,我们就知道 其实呢,这是一个关于饮食的一个调查 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句要记的内容 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句话呢,其实主要要讲的就是说是 这个实验它是如何进行的 这31位女性呢,她们被告知在不改变饮食的情况下呢 参加锻炼计划 在不改变饮食的情况下 参加锻炼计划是这个实验进行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句话呢,是说经过仔细观察 研究人员发现一些志愿者呢 在开始实验的6个月后 体内脂肪发生了变化 这个呢,就讲到这个实验开始之后呢 发生了一些现象 那就是研究人员发现 Found tha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后面呢,一般都是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有一些志愿者呢 他们经历了身体 体内脂肪的变化 在实验开始的6个月之后 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这个呢,画圈呢 是我们要记的内容 画双横线的呢 是我们的关键的一个信号词 这句话呢,是说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一些人减掉了大量的脂肪 导致体重下降 而之前呢,说到的是 一些人体内脂肪发生了变化 而另一些人呢 现在指的是另一些人发生了 非常重大的大量脂肪的一个变化 他们呢 减掉了大量的脂肪 导致体重下降 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结果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others who did not lose fat at all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呢 一些人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有一些人呢 根本没有减掉脂肪 所以说呢 研究结果总共有三个方面 一方面呢 是有的人身体内的脂肪开始发生了变化 另一个呢 是人们呢 有的人呢 减掉了大量脂肪 还有另外一些人呢 是根本没有减掉脂肪 是这三个结果 你再接着往下 这句话呢 是说这项研究的结论是 肯定有两种解释 因为呢 有两种或者说三种 结案不同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要记得是两种 must be 肯定有两种解释咯 再记住往下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那些没有减肥的人 肯定吃得更多 另一个原因是 他们的心理原因 不愿意相信减肥 所以说呢 有两个原因解释 有的人没有减下 减重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吃得更多 而另外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 心理上的原因 他们不相信减肥 好了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短一点 并且呢 它的逻辑呀 或者说是结构 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看一下核心要点 以上这几点呢 是核心要点 现在大家可以按下暂停 花个五分钟时间 自己把核心要点 总结成一篇sst文章 总结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参考答案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用我们的套具 固定的模板 引出本文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主题 接下来呢 又说了这些关键主题呢 就是说是这些过度肥胖的女性 肥胖女性呢 他们参加这些 这个program exercise program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改变 自己这个饮食 结果呢 是有一些人呢 他们呢 有一个body fat change 就是说他们身体的脂肪呢 发生了变化 有的人呢 是发生了非常 减掉了非常多的脂肪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while表示转折 而另外一些人呢 他们没有减重 没有减掉任何的重量 没有减掉任何的一个脂肪 therefore 结果 所以说呢 这些没有减重的人呢 他们肯定是因为两个原因了 一个呢 就是因为吃个更多 另外一个原因呢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心理上 并不相信减重这件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 大致的一个结构 和它的一个参考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